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 這個節目是 好辣醫師好辣 追求美麗 是女人一輩子的課題 但追求美麗的同時 千萬別忽略 外表變胖又變醜 可能是疾病 早已悄悄找上你了 三位藝人 也面臨這些問題嗎 隨著年紀的增加 愛美的女性 不得不跟時間比賽 害怕毛病的越來越多了 但是你知道嗎 這些女性害怕的問題 可能是疾病引起的 來 注意看 身體意味好尷尬 就怕被發現 這到底會有什麼毛病呢 私密處感染 無臭 好訓人 夏天比較容易有味道 對 因為很多味道 事實上 剛開始發現出來的 體液的味道 是沒有味道的 包括尿液 你會覺得 你去廁所會覺得尿稍味好濃 那個都是已經被細菌發酵之後 分解 產生的那些阿摩尼亞 所以如果說 你要清潔廁所有沒有說 比如說你經常洗澡 把那些體液什麼都弄掉的話 其實沒有味道 可是一旦被細菌整個分解掉之後 就產生很臭的味道 關於那個味道 我這邊有一個臨床案例 有一個七十幾歲的阿嬤 那個阿嬤來 她的時候被送到急診室的時候 是因為那個發高燒 一直意識怪怪的 那種噁心噁酷 然後一堆子女就跟著過來 然後醫生就問她 阿嬤有沒有感冒 並沒有 那就問說阿嬤最近 到底有沒有什麼肚子痛 什麼 那老大就說 那個她發現很奇怪 阿嬤最近經常鬼鬼祟祟 一直上廁所 因為太多次了 所以她自己都上到不好意思 她怕一些子女會發現 她一直往廁所跑 她關心一下 阿嬤也說沒什麼 沒什麼 那老二就發現什麼 老二發現說她最近 靠近阿嬤 就覺得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像是臭豆腐 然後又像是那個起司 已經酸掉那種 可是也不好意思 她覺得那應該是老人味吧 就是很多退化之後 可能有一些會衣服很沾到 一些尿癒 會有一些味道 那老三說不對 她說她發現阿嬤最近 常常桌上抽屜裡面 都有一些去西藥房的藥物 當然他們關心阿嬤也都沒有在講 那後來就發燒有性就送過來 那送過來之後 我們急診室都會驗血驗尿 一下就驗出來 小便有感染有細菌 那白血球高 急診醫師又會診了腎臟科 幫她做了一下超音波 那發現兩顆腎臟都很腫 那我們在想說 感覺像是 比如說像是有什麼 堵到造成那種水腫 它不是那種感染造成水腫 是兩顆都腫 那我們在想說很奇怪是 腎臟的水 比如說最常見石頭 那石頭卡到大概一邊 大概一邊腫 所以它是兩邊都腫 那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就不管是 先收住院 那收住院之後 那個有一個護理師 我們本來講說 會著泌尿外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什麼結石 長什麼腫瘤 那後來有一個護理師 就在照顧它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味道 就是怪怪的 然後就後來就是 把它的那個褲子脫下來 那脫下來 果然是從那邊跑出來 那發現有一顆 紅紅的東西 從它的那個陰部那邊 整個大概五公分左右 一個紅紅 像肉一樣的東西 它是那個 那個在發出那個 臭臭的那個味道 那到後來 就趕快會整那個婦產科 那一查 那個事實上是 那個偷出來的東西 是它的 它是膀胱脫垂 因為這阿嬤生了七個 這要多產婦 生了七個女兒 其實它真的很偉大 我這樣講說 那因為那個整個 那個骨盆的那個肌肉 韌帶筋膜那個鬆弛 那所以它會一直往下墜 那下墜之後 就會在那邊發炎感染 而且它因為往下墜 整個輸尿管整個那個改變 整個壓力上升 整個腎臟就有水腫 所以會影響到腎功能 那這個都可以修復了 除了我們後來就是 用了抗生素治療之後 再會整那個 妙外科跟婦產科 把它整個給修復回來 整個狀況就改善了 我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一個22歲的女生 它是因為發燒 肚子痛來到急診 那它從走進來 一到我身邊的時候 我就聞到一個味道 那跟紅衣是一樣 我們其實很多的味道 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洗腎的人 有洗腎的味道 然後如果說是解黑大便 有解黑大便的味道 那個味道我完全不熟悉 好像大便 臭大便 加上臭腳鴨 再加上發霉味 一種很混合的味道 但是沒有一個 我可以把它放在 哪一個族群裡面 可是它是22歲女生 外觀看起來也還好 他說他肚子痛 我想去摸他肚子 說他有點扭扭捏捏 那我想因為他發燒 沒關係 那我就先給你去驗小便 然後抽血 等一下我再去看你 我一定要找這個是什麼味道 後來就是忙完了之後 我就去他的病床 把簾子拉起來 我說你肚子痛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他就說在這邊 這樣我就把他衣服拉起來 他衣服黏在他的肚皮上面 結果我用力一扯 那個味道就噴出來了 然後我就 用組織液流出來 對 原來他的衣服上面 黏著組織液 然後黏在皮膚上面 肚皮上面 結果我一拉的時候 他看到他肚皮上面 有一圈紅腫 然後就繞著肚臍 然後被我拉破了一個洞 然後那個洞就流出了濃 我就拿紗布先稍微壓蓋著就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不能隨便去動它 為什麼 其實我們的肚臍 跟我們的膀胱是連在一起 有一個韌帶 然後那個韌帶在 我們在媽媽的肚子裡面的時候 那個韌帶是一個管道 它是通出去的 那我們生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的癒合 就變成一條韌帶 那有些人韌帶沒有關好 裡面就流了一包 像水泡一樣的東西在那邊 結果他就是從肚臍一直發炎感染 然後到那個裡面 他原來先天就有一包 還沒有完全收縮的那個韌帶在那邊 所以它是整個連到肚子裡面 如果我那時候去擠化 我可能把裡面的那個膿 擠到整個肚子都死 所以我們就做電腦斷層 就發現是這樣的狀況 而且它 那這個時候就只要找外科醫生 去做修補的動作 然後乾脆把那個 它那包東西整個把它收起來 然後關起來 然後讓它有一個完全正常的韌帶 那它就是喜歡穿 那你也必須把這些膿包處理掉 要先處理到 還有打抗生素 然後把它清乾淨 然後再來就是 它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它很喜歡穿肚臍環 但它只是穿肚臍環 它就是不會去注意那裡的清潔 所以其實肚臍環跟那個皺褶處 已經有很多髒東西了 它開始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它去摳它 結果越摳越嚴重 然後就發膏燒了 那一般膿你們都說用擠 為什麼用抽出來 我那天有個阿嬤也是一樣 他就在 他也是在很隱秘的地方 長一個大農包 那切開完之後 他們外科切開 裡面就長隧道 那叫樓管 它會像吃進去一樣 這樣到處去跑那個隧道 那你要 你如果沒有進去把它挖乾淨 其實是那個非常難處理 在很多免疫不好的老年人 只要一個感染 我們講說一包遠遠的很漂亮 這個青窗碗就OK 可是有時候 它們會形成很多的那種 細菌進去很多隧道 那個非常難清 我這邊講的部分的話 是有一個50歲的部分的婦女 她來看診的時候 她就說她那邊搔癢 我們大概知道的是 私密處的部分搔癢 就是來說 畫出了正常的體味以外 因為老年人本來就有一點體味 可是它好像撒了非常非常多的 肺子粉的部分的味道 可是看到私密處的時候的話 我沒有看到肺子粉 然後我的畫打開來的時候 的確是有一股輕微的酸酸的部分 很像那種優格的部分 酸掉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私密處的那個地方 她剛剛就寫細細小小的小疹子 她說那邊很搔癢 然後就問她說 她平常處有一些 比較黏稠的白帶 的確就是會有一些 豆腐渣的那種感覺 或者說那種非常黏 像起司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就覺得 它裡面的地方 好多人來說的話 有千隻螞蟻的地方 一直在咬到裡面去 怎麼擦藥的部分都不會好 那本來想說這個其實 只需要轉到 婦產科醫師的部分來說的話 就繼續治療 可是她說等一下醫生 我還有其他的問題 她就把衣服再繼續往上拉 原來不是只有在那個 私密處的地方 是下面乳房 下面的私密處 有其他的問題 因為它那個地方 也都是直接來說的話 是整片的部分的潰爛 然後旁邊的地方 有都一些 一圈一圈的部分的脫皮 這個形形不太對 為什麼 因為它病沒有很胖 胸部沒有很大 不應該在那個地方 產生產生對抹疹 那我說你還有沒有 其他皮膚的地方問題 她說有 然後我的話就說 你有沒有曾經做過身體健康檢查 她說沒有 我都沒有做身體健康檢查 我說你去確定一下 你的那個血糖的部分 是不是有過高的情形 對 結果後來她回來復診的時候 她就說有 她的飯前血糖已經高了200多 飯後血糖也400多 可是她都一直都沒有控制 因為她不知道她有這種情形 盧醫師的意思說 血糖過高會產生這種 對 因為我們的血糖過高的時候 的話我們就很容易 會有一些 黴菌的部分的過度滋生以及感染 所以她可能不是只有在香港腳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私密處的地方 可能會有黏住菌感染 屁股的地方可能會有一些 什麼海邊症 骨症 對 骨症的部分 然後來說的話 腋下的地方 又有類似像 漢斑的情況 對 然後以及乳房下面的地方 也都會濕濕亂爛 會有一些黏住菌的部分感染 就像小朋友尿不整的那種感覺 我之前穿錯內衣的時候 然後又夏天 其實有發生過這樣子的問題 胸部 對 就是因為 穿過內衣 對 她勒住了 然後夏天 汗 我又屬於多汗的人 所以她就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包括其實 女生不只上面困難 其實小褲褲方面 也要選擇得對尺寸 因為如果尺寸太小 也是一樣 夏天摩擦摩擦 那上面 下面兩邊就是會發癢 然後會有一顆一顆小小的紅疹 然後會很癢很癢 不過您的部分聽起來比較單純 可能來說只是一些 摩擦性的部分的濕疹皮膚炎 可能就是選對它的一些的 衣物內衣褲的部分就可以解決 我其實算是很反覆的發炎 就是我的 最近發現我的分泌物越來越多 那其實異味剛好現在是冬天 可是你知道冬天能讓我本人聞到味道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嚴重的 然後除了分泌物本身的問題之外 我剛有說過多汗 所以我的腋下的糊臭也是有點明顯 尤其是夏天 而且我是連冬天都會仔細聞 都還是會有味道的人 因為我一直聞到一種 不是只有汗臭的味道 我一直聞到是那種 已經經過有一種聲聲 然後有一種 因為我沒有聞過狐狸味 但是我有聞過狐狸 對 應該 因為牠常常在出外籍 像我們鼻子很過敏的 如果牠有不錯 我們一定就知道牠有不錯 對 妳應該不是 其實我有小撇步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 妳現在很矛盾 妳現在是問問題 現在要自己的小撇步 妳反正妳先問吧 妳聞心解決 妳沒聞到是因為我有帶濕紙巾 就是每一次休息的時候 我就會去廁所清理一下 才不會導致妳可以聞得到 或旁邊的人已經覺得被味道困擾 這也是個困擾 不過老實說 這個聽起來是汗臭不是糊臭 汗臭跟糊臭大概是不太一樣 汗臭的部分就是小汗線在流汗的部分 然後有時候悶比較久的時候 跟細菌的部分 它會產生類似像鐵羞味三味 糊臭不一樣 糊臭就是妳靠近它一直會覺得 暈眩 對 而且妳擦乾了也是會有味道 對 就會暈眩 其實妳擦掉還是有味道 不要誤解了 因為它是另外一種的汗線的大汗 我們成為頂章線的分泌 那味道其實是一種很特殊的 在動物而言 其實這種氣味 或許就是用來吸引異性的 對 因為它是一種特殊的氣味 每個人認那個味道不一定 這個味道有的人可能就喜歡 對 對 我跟妳說 我有一次就是沒有立即性的處理 結果那天的桃花特別 是有嗎 還是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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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經過狐狸 沒有沒有 我就是 然後後來我有去醫美診所諮詢過 我也有做過雷射的 把那個汗線 就是雷射掉的手術 但是之後效果還是不太長顯 我就問醫生說該怎麼辦 他就說叫我少吃點肉 然後就是可能少吃一點酸辣的食物 就會比較好 是這樣子的嗎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ヽ ヽ ノ 5-6-6-6-9-6-6-3-4-8-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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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